今年进博会还有哪些值得一看的新装备 新技术 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一探究竟 技术装备展区里的人工智能专区连续三年闪亮登场 每年都带给观众新体验 面前这个名叫小慧的美女机器人 跳起歹足舞 不仅能实现和音乐的精准配合 而且动作协调 表情逼真 特别是皮肤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小慧旁边的这个人工智能穿戴设备 也就是外骨骼机器人 也吸引大批的观众前来观赏 我穿的这款外骨骼机器人 它自重值不到5公斤 相当于背了个电脑包 它助力最大可以达到40公斤 那正好这边有个水袋在30公斤左右 看我如何变成大力士 我只要弯腰 然后我只要轻轻地一起 那机器人会自动感知我的一个动作 实施给我一个力量 让我非常轻松 除了人工智能 今年技术装备展区内 还首次设立了新材料专区 这是一款在本节进步会上 全球首发的新材料 智慧路面标识期 开车时 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暗光场景 路面上的标识容易看不清楚 使用这样的新材料驾驶时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现场的工作人员 也是现在把手电筒光 就照在了路面上 就模拟地打开车灯 可以明显看到 右面的新材料的漆面 是更加的亮 如果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进行行驶 就能够为驾驶员 争取8秒到10秒的额外的反应时间 那这种材料 也能够让车身上的激光雷达 更好地识别到 来提升驾驶的安全性 我们再到汽车展区 看看未来出行的新场景 今年进博会汽车展区的主题是 出行未来无限可能 在这里 各种智能化的出行方式 和全新理念悉数亮相 这个展台上 一款三轮车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是在中国首发首展的概念车 兼具四轮车的稳定性 和两轮车的灵活性 我们安装了一套转向智能系统 它会自动根据那一个路况 来切换这种两种驾驶模式 这样的话 在城市狭小的空间内 掉头的时候 转弯的时候 就非常灵活 除了新技术新理念 新材料也为汽车带来更多可能 以植物为原料的座椅 可以回收循环利用的轮毂和电池 从汽车内饰到零部件 节能环保的理念 无处不在 不只是造车更环保 未来出行也将变得更绿色